98岁老兵 深藏了自己的公民60年 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姬岭 恐怕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这样一位炸碉堡的战斗英雄 最让人吃惊的是张老弟的 整整三次一等宫 其中一次还是彭德怀亲自签字受训 当过兵的应该都知道一段顺口溜 三等宫站着岭 二等宫躺着岭 一等宫家人岭 立下一等宫的难度可想而知 可张老却立了三次 而这样一位无所不能战功赫赫的民族英雄 却被人们忽略了60年 直到湖北省来奉献对退役军人采集信息时 人们才发现这偏远的小县城中 敬驻着这样一位永垂不朽的老兵 三次一等宫 一次二等宫 一次特等宫 两次战斗英雄 一份又一份荣誉的出现 让人们开始发出疑问 为什么张老之前 从不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军功呢 张老每次说到这里都热泪盈眶 会想到自己的战友 他认为自己和战友并肩作战 自己的命令勉强活了下来 可战友却为党和人民献出了生命 张老觉得没有保护好战友 就没有资格在人民面前显摆这些东西 张老原是西北野战军359旅 718团二营六连的战士 当时解放战争进入到夺取全国胜利阶段 1948年 张富清所在的连队在湖体山战役中 接到突击的任务 张富清首当其冲担任突击队队长 在这次任务中 他带着战友们炸掉了敌人一个碉堡 还缴获了一体机枪 紧接着他又带人扫兴了敌人包围 占据了敌人的碉堡 为后续的部队打开了缺口 奠定了战斗的胜利 在战场上 张富清即使身中复弹 仍然坚持战斗 以少胜多 分别获得了一次个人一等功 和一次团队一等功 三个月之后 张富清成为了连里面的一位班长 在领刀执行任务的时候 遭遇了敌人 张富清头脑清晰立马指挥 全班战局之高点 形成火力压制 最终拖到了大部队赶来 一举消灭了敌人 完成了截击敌军的任务 被组织上受勋了二等功一次 到了1948年10月的时候 永峰战役打下 张富清再次为民请命 担任突击组组长 他指挥战友们夜间上城 一举拿下了敌人的两个碉堡 而后再用敌人的碉堡 打退敌军多次 张老回忆说 这是他打得最惨烈的一仗 一夜间部队换了三个营长 八个连长 如果天亮时还拿不下碉堡 大部队的总工就会受到阻挠 他清楚地记得 在去炸碉堡的时候 他只是感觉自己头部被猛砸了一下 可用手一摸 一大块头皮已经翘了起来 血流了一脸 可他顾不了那么多 冲上去直接夺走了敌人的碉堡 这次战役过后 彭德怀老总亲自给张富清授寻一等功 我闭下他们的 我有什么自己 拿着这个 立功 征建 切 被自己 我有什么功劳 98岁老兵 深藏功名60年 永峰战役过后 陈老总拉着张富清的手说 你在永峰战役中表现突出 立下了大功 然后亲自给张富清授寻一等功 还追加了一次特等功 这是张富清的第三次一等功 也是他第三次在鬼门关尤大 每一次战斗中张富清都担任突击队员 那时候的突击队和赶死队没什么差别 他们需要冲入敌阵 消灭敌人的先锋部队和主要火力 往往伤亡最大 1955年张富清复原专业 组织上号召他们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建设祖国造福百姓 张富清执意选择了湖北最偏远最艰难的地方 奔尸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奉献 在张富清来到来奉献的第一天 他就封存了自己所有的战功和勋章 他只想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 他先后在粮食局 三湖区 卯栋公社 外贸局 建设银行工作 三十多年下来 他从来没提过自己的军工 也没有抱怨组织上的任何安排 更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公社班子的成员分配片区工作的时候 张富清抢先选择了最偏远的高洞片区 那里路不通 店不同 是全公社最困难的片区 他真正做到了哪里困难去哪里 张富清来到这里时 就开始带着社员们投工投劳 一起乍山开路 短短两年时间 他们就修出了高洞的第一条公路 他在战场上杀敌无数灰汗撒血 在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直至退休 值得我们所有国人尊敬 工作期间三十年 张老无论职位如何变迁 他从来不会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照顾亲朋好友 作为人民的公徒 他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粹 张老每次回想起在战场上的事情 他都会感慨万千 他永远记得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 张老总是觉得 没有那些战友自己现在也不可能活着 至于那些勋章和奖章 更没什么可炫耀的 张老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 他对自己的家人也一样 张老的妻子表示 他对我说 要完成任务 领导自己一定要过瘾 敢于从自己开刀 才能做好工作 就是因为这句话 就连张老的儿女们也不知道自己父亲的过往 张老头上的疤痕 地绑处烧伤的痕迹 牙齿被炮弹震出的裂痕 这么多年过去也只有妻子知道 直到2018年采集退役军人的工作开始 张老的光荣事迹才被人们所知 98岁老兵深藏功名60年 直到2018年退役军人采集工作开始 因为张老的儿子隐隐约约有过印象 所以他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去帮自己的父亲登记 一查才知道父亲真的是一名老兵 随后他想到了父亲衣柜里 那一直封城的盒子 从小到大 每次自己想看盒子里有什么都会被父母制止 他再次抱着一探究竟的心态 打开了父亲一直收藏的盒子 只见里面包裹着三枚奖章 一份西北野战军报公书 一本立功证书 立功证书上写着 张富青在解放战争中舍生忘死 荣获西北野战军一等功一字 师一等功 二等功各一字 团一等功一字 两次荣获战斗英雄称号 张老的功勋一经曝光 瞬间再来奉献这个小城 甚至全国轰动了起来 2019年张富青被授予时代凯博称号 同年9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张富青共和国巡章 有很多人好奇张老为什么断了一条腿 张老在88岁的时候 左膝挪化好几个月 还导致了高烧不退 最终他的左腿被高位截肢 原本给张老准备的轮椅和甲肢 都被张老给拒绝了 这位老兵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再次站起来 最后奇迹真的出现 张富青通过一系列康复剧列 年近九旬的他真的再次站了起来 张富青用他的一生演绎着忠诚二次 对于党和人民 他永远不求回报 他说 我入党时宣过世 为党为人民 我可以牺牲一切 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和政治信任 才能让张富青在战斗中成为突击队伍的中间力 每一次他都冲在最前方 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每次想到那些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战友 他都觉得自己没资格拿这些战功在人民面前显摆 他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扮演着突击队长的角色 一生都奋战在大部队的最前方 他包裹里的一枚又一枚勋章 对张老来说可能只是一份沉痛的悼念 可对于我们来说 他是一位英雄 是我们一生的榜样